欢迎回到庶民大头家 蔡总统已经在疫苗的系统平台登记 预约说她有意愿要接种高端疫苗了 但是其实说来说去 虽然说总统承诺要把手备留给国产疫苗 但是很多人都质疑 因为高端是百分之百的上市民营企业 政府给了最高规格空前的礼遇和护航 但是难道这代表如果将来老百姓 打了高端出世之后 这所谓的国产疫苗 大家可以获得国赔吗 我们要请教一下世间议员了 因为总统是我们的一国之尊 所以他要去打高端疫苗 是一个没有获得国际三级认证的疫苗 这样对我们的国家安全 难道不会有国安危机吗 远一我先说一下 其实国外国际认证的AZ Moderna或者BNT Novabox这些 其实他们也都是民营企业 所以这一点倒不是问题 我们政府支持国产疫苗 要发展生技产业这个方向 这个政策是对的 但是我倒是认为说 就是你刚刚讲的 要获得国际认证 也就是说程序上 我们要符合WHO跟国际的认证 也就是说国产疫苗如果只做到二期期中 没有进入第三期 而第三期至少其中分析报告出来 有跟国际疫苗有获得他们的认证之下 那么它的安全性跟有效性 才值得大家共同的相信 其实很多医界的人在说高端疫苗 国产疫苗 它蛋白疫苗安全性没问题 打下去副作用几乎没有 这是没有错 可是我个人的看法 安全性跟有效性是一体的两面 你打下去个人是安全 没有副作用没错 但是如果它的有效性 没有办法获得确认跟证明的话 如果有效性不足的话 那大家就脱开口罩 大家就解封了 解封了之后 没有具有有效性的时候 将会造成群体的危险 群体的不安全 所以我认为要怎么样彰显安全性跟有效性 就是要获得国际认证 同样是国产疫苗 联亚就不错 联亚他们有进入三级了 他们到国外到印度去 他们现在已经取得一万人参与实验 虽然一万人跟国际上要认证的 四五万人的三级 其中的四页 虽然还有差距 可是至少它有这个诚意 所以我希望高端疫苗能够比照联亚 至少你要展现诚意 你要下去做三级 那么我们台湾民众绝大多数都支持国产疫苗 可是我们支持 我们认为我们希望我们的国产疫苗 是光明磊落 规规矩矩 完完整整的做完三级 至少其中分析 这样才能够获得全体国人共同的信任 对 但是总统的医疗小组是建议他去打一个没有经过国际三级认证的疫苗吗 这对很多小老百姓来说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很不能够理解 我相信总统的医疗小组是否有做这样的建议 应该我想他们还没有具体建议 不过总统把他的手臂留给国产疫苗 他是展示一个决心 一个毅力 表示他支持国产疫苗 支持我们国家的生技产业 好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可见呢 现在我们真的是很支持这个叫做国产疫苗 就像呢就是我们连这个在奥运啊 在这个国际的体育比赛上好像也一定要这个展现出啊 叫做爱台湾吗 好 桌球好手林玲如昨天让世界球王樊振东是下出了一身冷汗 大战七局 虽然最后他是以三比四落败 但是啊 真的是啊 已经呢让球王吓出了一身冷汗 来自宜兰的林玲如啊 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现在答案曝光了 原来他曾经啊 是就功赞助他每月13万自费聘请大陆的教练来教他 而且他也曾经前往海南岛去备战训练 甚至是还在那个时候接种了大陆的疫苗 好 我们要请教一下立文 所以奥运国手接受了国际认证的对岸疫苗 而且呢对岸呢还说要捐疫苗给台湾 可是怎么政府好像却说他们在打的我们不敢打 其实你应该不要把所有的疫苗贴上政治标签 大陆疫苗很多种 你可以只接受有国际认证的 就是WHO已经通过的 那当然呢 如果你因为政治上面的对立 不愿意接受大陆的疫苗 那么就让我们赶快买足国际的疫苗 你要挡一个跟大陆没有关系的BNT 也不过就是因为大陆的民间公司代理 那这个东西就是只是损人不利己而已 不过大家很关心的还是林云如小将 哇塞真的是非常的让大家觉得 为国争光啊 昨天增仗大魔王虽败尤容 但是他的秘密武器 原来是大陆的一名非常厉害的教练 我们来看一下相关报道 林云如19岁就成为顶尖的杀手级选手 他其实小学三年级开始练球 五年级时就工自费聘请教练 月花13万日日苦练 如今这名神秘教练也曝光 听得到 但是他不讲 他中文也不打球 何教练两人斗斗嘴 帮林云如放松肌肉的 这是带有来头的教练齐哥 过去曾是大陆桌球队教练 上场右手横拍快弓等打法 更训练出多名陆港日顶尖好手 2004年被诊断出罹患直肠癌后 来台敬仰 也担任林云如专职教练 就这样林云如日日苦练万球 14岁成为台湾史上最年轻世作赛国手 17岁更击败大陆球王马龙震撼球台 2019年也被列入国家培训选手 投入超过800万 过去的磨练也让林云如拿着球拍 在奥运冒出头 更成为世界桌台最耀眼的天才选手 这次我们奥运的中华队里头 有很多19岁的英雄初少年 年轻帅哥 然后在我们奥运的舞台上面 大放异彩 也让大家非常的惊艳 其中就是刚刚我们在看的林云如 那么她从小就打乒乓球 但是她在乒乓球的天分里头 又证明了一句话 天才是靠99分的努力 所以林云如说 我没有放弃任何一刻 我好希望能赢 就是要有这种战斗的运动家精神 一定要拼到最后一刻 绝对不服输 但是我们也看到 背后是谁帮她做的训练呢 她昨天在对抗大魔王 魔王是谁 就是樊正东这个世界球王 连她都不得不称赞 这个可敬的对手林云如 她说林云如发挥实在是太好了 是个值得尊重的对手 所以虽然她年纪轻年纪小 但是绝对不容被忽视 名师出高途就刚刚跟大家讲的 原来林云如找了一个厉害的教练 就是齐哥 正是一段非常好的善缘 就是因为2004年的时候 这位大陆有名的桌球教练 他罹患了职场癌 所以手术之后来到宜兰敬 台湾是个好地方 是个宝地 没有想到在这边 她刚好就结识了林云如的家人 而让她发现了这块瑰宝 齐哥就说她这么厉害的一个教练 看到她认识林云如的时候 才13岁而已 她说她发育 看起来还晚了同龄2岁 就看起来更小吃就对 看起来好像才11岁 我们刚刚看她19岁 看起来也好像15 6岁 可是齐哥说 她体能当时虽然不够好 可是手感出色 于是她天天都要求她 练习桌球的技巧 一天要练7到8个小时 大人都可能没有办法这么辛苦 更何况是个小朋友 所以小朋友真的很乖 很求上进 有时候还练到晚上11点 常常父母在旁边看 看到睡着了 那也表示这个小朋友很有心 很喜欢桌球 那齐哥说 她最大的优点就在情绪管理 这真的很重要 情绪素质 心理素质 是制胜的关键哦 因为她说很多选手 在面临大赛的时候 因为压力总是睡不好 上场又会紧张 失误就多了 可是我们这位林云如 懂事非常的冷静 遇到事情完全不会慌乱 这就是成功的特质 而且她也不会出现 失眠吃不下等状况哦 哎呀 真是太棒了 好棒棒啊 因为她的心理素质很强 很适合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不会有失常的表现啊 那我们看到呢 中央社的报道就是说 林云如在2020 就去年底的时候呢 跟郑一静打完了世界年终赛之后 曾经短暂的进入了大陆国家队来受训 并且呢也参加了大陆乒乓球的超级联赛 当然选手需要的是更多的训练 更多的比赛的经验 然后呢当时赛事结束的时候 还有到海南岛去继续备战呢 可能也是因为大陆教练的关心 他有这样的一个人脉 就把这个年轻的天才选手也带去训练了 我们看到这就是2021年 今年春节的时候 海南岛的台办跟林云如 还有郑一静他们一起的合照 所以大陆的官媒有李好台湾网里面 还有报道说林云如跟郑一静2021年 都曾经和大陆国家队一起训练 同之同住一个半月 而且也接种了新冠肺炎的疫苗 因为疫情吃紧有了疫苗 在那边要收训 当然就通通都要配合人家的要求 要来接种疫苗 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啦 好我们再来看 教育部体育署呢 根据这样的一个报道呢 马上就出来澄清哦 因为为什么呢 他呢就意思又说 林云如绝对不是只有大陆栽培的啦 林云如人家小时候就已经展露了 桌球的天分 他是就读我们台湾宜兰国小的桌球班 确实是由自己就工自费资助的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体育 就是没有办法发掘这样的一个天才 然后从小就培育他赞助他呢 他还是因为自己的就工的关系 才去聘请到了这个大陆籍的教练 那林云如国中的时候呢就纳入了体育署 培育优秀获具潜力运动选手的计划 有政府补助包括教练费 一地训练参赛器材装备的 所以台湾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做任何事有的有的 2019年还有针对林云如投入了超过 800万的培训经费啊 其实我觉得也不需要这样子啦 大家一个选手 他历经各种不同的训练 其实他的光荣 大家通通都予有荣烟啊 不需要在这边抢说是大陆的功劳 还是台湾的功劳 其实选手自己的努力 才是最令人敬佩的 在这上面大打政治口水 我觉得也不必要 真的让政治退出体育吧 让我们的选手不要再去面对 这些多出来的压力啊 口水啊 或者是甚至于莫名其妙的 被我们的王军出征啊 让我们的选手专心的比赛 都不一定会有好成绩了 更何况还要为了政治而分心呢 对 事实上呢 其实一个选手 他今天能够出人头地 很多人都有功劳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件事 那就是酸民绝对没功劳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台湾的射箭一解谭雅婷 在冬奥团体赛个人赛 都是在首轮就出局了 那结果竟然就有酸民 跑到社群媒体上呛他哦 好 你可以看到呢 他的话讲得很难听 他说 你实在是啊 已经啊 太烂了 亏你还是个老将可以退休了 不要卡位让给新秀吧 够难看的表现 你真的该退休了 哇 台雅婷很生气啊 事后呢 他也在脸书上面 po文来回击哦 他说如果你真的很厉害 请你站出来示范 请你代表国家 去拿奥运的门票 如果你没办法办到 那就请你把嘴巴 和你的手给管理好 不要用键盘 还有舆论去伤害别人啊 好 不只是谭雅婷哦 来看到的是我们的中华队老将 庄志渊 他虽然说很可惜啊 在这个南桌16强 败给了埃及队的阿萨尔 可是这也是非常精彩 而且令人尊敬的一场比赛哦 好 那么事实上呢 阿萨尔他最后打败了 这个庄志渊那时候 他是非常兴奋的 因为对他来说 这是神一样的存在啊 等于是把偶像给击败了 好 在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他每次啊 会经常出现这样一个动作 有点像是举起了一个大拇指哦 但是呢 就有人说 其实呢 在当地的国情啊 在埃及来讲 出现这样的一个举动 其实是骂人的意思啊 好 所以呢 哦 就有网友说 哈 你敢骂我们的庄志渊吗 所以呢 就立刻冲到了 这个叫埃及的阿萨尔的 这个IG上面去留言 你看啊 有的人呢 就比了一堆大拇指 说我也要回呛你啊 那还有人就是说呢 哎呦 反正你又进不了四强 然后又给他一堆大拇指 有没有 所以是不是很无聊啊 所以呢 也有台湾人看不下去 又跑上去对这些人说 某些人真的是啊 有没有自知之明啊 到处去帮国家刷仇恨吗 根本是本土小粉红嘛 哎呀 不要这样 这样实在是有失风度啊 好 所以说 这些酸民到底是怎么了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韩冰啊 好 你可以看到 竟然去呛谭雅廷说 你可以退休了 甚至还跑到埃及的 埃区上面 去刷仇恨吗 所以说 到底为什么现在网友们呢 对于我们国家的这些选手呢 变成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 因为台湾最不缺的是酸民嘛 他这样无差别出征 有什么好处吗 那么对我们的国手来说 对我们的国家队来说 是不是反而是有很多的坏事 我们有资格去批评 对岸的小粉红吗 跟你讲网络世界 本来就各色人种都有 那就有一票人 每天吃饱了 饭没事干 然后最近大概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每天只好待在家里 然后待在家里 他的体育根本完全不懂 那完全不懂人就喜欢讲话 那所以他们就是无聊 这些人真的是 吃饱了 真的是我觉得够了这些人 他们不知道吗 奥运并不是因为 台湾婷资格够老 他才能够进去 完全不是这个 你要达到奥运竞赛标准 你才有资格去参加奥运 也不是因为 大家混久了就是他的 才不是这样好不好 你们到底懂不懂啊 大家知道吗 奥运总共有339个竞赛项目 我们这次 那个中华代表队多少人 你知道 68人 为什么 因为很多项目 大部分的项目 我们台湾根本不够资格参加 我老实讲就是这样 也不只是台湾是这样 其实世界各国都一样 有一些项目 他就是没有这方面的人才 他没有办法挤入奥运的 那个参赛 那他就只好 这个项目就空缺 所以能够被选入参加奥运的人 人家能够让你去冬奥比赛的人 抱歉 他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水准 那至于你们这些酸民 老实讲 我觉得台湾亭也犯不着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因为酸民的特色是什么你知道 因为他就是无聊 所以他就是要等你回应 你回应他才有继续酸 那你不回应他酸几次之后 他发觉你没回应 他就去找下一个 所以我是建议这些选手 根本不要理这些人 那至于说那些酸到埃及去了 我觉得你真的是够了 你好胆 你要去酸个埃及人 麻烦先学一下阿拉伯语 你用阿拉伯语去酸人家 你写个中文人家是看得懂吗 人家知道你在干嘛吗 人家完全不知道你在干嘛 而且我不知道埃及那边是不是觉得 两个拇指是骂人的意思 但是你知道吗 你在下面一直按赞按赞按赞 按照国际的语言你是说这个人很棒 搞不好这个埃及选手完全误会 哇 我现在在台湾都有粉丝 还这么多 对不对 所以你们 我拜托你们要酸人至少要有点效果 好不好 你结果人家以为 哇 大量台湾人来鼓励我 我真的太棒了 那下次我要再打败一个台湾人 对不对 不是这样子吗 你们到底在干嘛呢 那连三家姐妹也都被酸 老实讲运动比赛 夺牌当然很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他们只要能够出国 都代表世界 对台湾的体育选手的肯定 都是我们的光荣 你们这些人 根本没资格去摔人家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这个中文字幕叫做梦